欸檸檬卷,你身為一個之前不太打電動的人啊 你最近這一年對電玩有沒有改觀? 嗯...媽媽 媽媽是什麼? 你現在正在收聽 由一個沉迷電玩的男主持人為你帶來的好檸檬Podcast 我是吳宇宇觀大維 我是好檸檬卷,這好檸檬第129集 現在在陪伴2023年2月4號的晚上6點26分 今天這一集的Podcast一開始呢 我們就別閒聊了 因為我要來繼續聊我最近最有熱情的話題 你知道我剛剛為什麼說媽媽? 媽媽我知道,這是日文啦 就是還好還好是不是 厲害耶你 因為我就是也是玩了很多日文的遊戲啊 欸剛剛那個哏我完全是臨時隨機想的耶 我原本想說反正我們開頭搞不好要再來一次 順便回答 其實我們最近幾集Podcast呢 就是你每次聽到我們的開頭 大概都是我們的Take 2或Take 3 哦 因為每次我們開頭就是講了一分鐘之後 因為每次Podcast我覺得最難的部分就是最一開頭 哦 因為其實後面要講的話題我基本上是有小小的準備一下 我知道要講什麼 可是我每次的開頭都是 考驗默契 真的沒有say的 我們就是想到什麼講什麼 除了最開頭那一句 對,所以就是有時候像我們現在就是沒有say我們要講什麼 所以有時候講一講之後就會開始 如果人還沒有熱開或是心情,不是心情 體力沒有很好或是剛睡醒過來的時候就會容易卡住 沒有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你的心理想說反正我等一下還可以重錄 我沒有這樣想啊 是嗎 所以你一直傳遞這個訊息 是哦 你剛剛啊就說反正沒關係我們不行再錄一次 就是對事情要期望不要太高所以就會覺得比較順利 但是也不能一直想說可以重錄 因為重錄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而且口吻啊什麼的怪怪的 很多事情就是要第一次才會有特別的感動 或是最自然 就跟玩遊戲一樣,好啦今天我就是要來講遊戲 今天我要來大講特講 欸我原本是想說 那如果不玩遊戲的人的粉絲聽眾 那他們會不會覺得很無聊 我不知道 但是搞不好就是他原本沒有玩 但是聽到我們這樣子講 就是連我們兩個 我們也不像是那種很電玩 宅男宅女類的人吧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聽眾可以分兩種 一種是有在玩電玩 一種是沒有在玩電玩嘛 對 那有在玩電玩就是跟你一樣 那沒有在玩就是我這一類的人 但是以我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其實真的 就是怎麼講 有慢慢被Wii推坑 然後覺得可以慢慢欣賞遊戲的美 但是其實遊戲還是有分耶 因為很多人會就是認為打電動 就是一種 好像就是浪費時間的行為 對那種不玩電玩的人 常常就會以為玩電玩的人都是 他們可能對那種電動遊戲有一種想像 現代人對一般電動遊戲的想像 可能就是拿著手機吧 然後像玩什麼穿梳啊之類的那樣子的 就是畫面殺來殺去 多人線上遊戲 那可能比較1990年的 對於大家對於電動的想法 或是印象就是 有東西像是超級馬力 有東西在那邊跳來跳去 然後很多人就是以為 所以不玩電動的人就以為電動就是那樣子 那有什麼好玩的 可是如果 當他們聽到一個 可能也許 他們不會認為是這種電動沉迷狂 在推坑某個電動的時候 他們也許就會改變他們的想法 說也許電動 不是像我想像中的那樣子 搞不好它是一個很好的藝術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是很適合推坑一般人 不打電動的人 進入入坑的人 那就算沒有想要打的人 聽我們分享 我覺得應該也會有一些想法吧 收穫 對對對 就是呢最近 最近幾個月嘛 就是 如果你從大概前十集開始聽的話 你就會知道我成為了那個Persona系列的狂熱粉絲 就是 信徒 對對對 我不一定每天有在玩 但是呢 我大概最近兩三個月 就是我頭腦裡 每天都是衝刺著這個遊戲裡面的劇情 或是音樂這樣子 那 呃我們在這個Podcast的第120集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跟大家推坑過了Persona 5 這個遊戲 是喔 是120集喔 120集 今天是129 因為我聽你分享之後我才開始玩的耶 對啊 原本你一直講 兩個多月啦 但是我就不想玩啊 我有那個刻板印象 對啊 但是聽你的Podcast分享 而且這麼有趣喔 它的內容是 感覺很吸引人的 對對對 那 呃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聽120集我的詳細介紹 就 不再多敘述這個遊戲 總之呢這個遊戲叫做Persona 5 中文翻成 女神 一文錄 嗯 然後那個時候啊 我在120集的時候 我就說呢 就是Persona 5 那是我有史以來 玩過最好玩的RPG遊戲 嗯 那 就是那個時候 檸檬卷就是不信邪嘛 然後後來 他就受到我的 推坑之後呢 也開始玩 然後你好像 就中毒了 因為錄Podcast 我沒辦法逃避啊 ok 你要分享 我就一定得聽 所以 聽完之後就說 哦真的我這麼有趣喔 這樣 嗯 所以 你 我那時候說我大概花了 90小時全破嘛 那檸檬卷現在也在玩Persona 5 然後 他的 你的存檔差不多就是90個小時左右 對 但是我還沒破完 對 你離結局大概還有好一陣子 真的哦 那你 你知道怎麼玩這麼慢 對 你玩了這個之後 有對 所有的RPG遊戲 或是一般的電玩遊戲有改 關嗎 嗯 我覺得 改關喔 我覺得因為我從來沒有沉迷過 所以 我 對 你以前頂多就是玩玩那種 比較快速的小遊戲 就是像什麼植物打殭屍 或是Stardew Valley 你其實你也有一陣子很迷 對 但是只有一下下而已 因為我其實有在 就是之前Podcast有分享過 我覺得找到一個你命定的遊戲 或者是你真的非常欣賞的作品 很困難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因為 如果那個太高門檻 比如說要技巧很好 打電 打鬥的那一種 我就沒辦法 然後所以 可是我覺得植物打殭屍需要技巧蠻好的啊 手也要很快啊 哦 可是那個要動頭腦比較多 哦 就是你要想你要用什麼去攻擊那個殭屍啊 對對對 但是你還是需要操作是很熟練的 那個我覺得簡單 OK 但是如果你是要及時你要跑到這邊 你要發工 然後你要揮箭什麼的 那個我就會很緊張 我就會一直尖叫 哦 應該是說你比較會玩那種滑鼠操作 或是觸控操作形象的 就是點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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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那種搖桿類的 有那個A B X Y 然後有L R 你還記不記得之前我玩雙搖桿 就是在玩那個那個Link 你叫什麼 薩爾達傳說 薩爾達傳說 你用兩個類比搖桿 然後呢 Vivi是我的觀眾嘛 結果他就一直頭很暈 因為兩個搖桿 一個要準備 就是要遙控那個視角 一個要移動嘛 對 所以我就一直一下看地上 一下看天上 我覺得剛開始玩電動的人 一定都不會習慣這個雙類比搖桿 這我覺得這很正常 嗯 對啊 然後所以就找到一個很好遊戲嘛 就是這個Persona 5 為什麼我會玩這麼久 嗯 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有點捨不得玩玩 哦 這是真的一個好的劇情 就是 我想要慢慢玩 然後一直有一個 值得我 比如說一整天工作完 然後可以放鬆的一個東西 在等我的感覺 對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常常迷路 哦 對 我常常就 到那個殿堂 在攻 那叫 可以講嗎 殿堂可以啊 可以哦 就是一個迷宮啦 對 然後呢 我就想說我自己到底來過了沒啊 怎麼辦 我現在怎麼一直在打圈圈 就是一直在繞路 哦 然後就需要WiiWii來幫我破解一下 不過你現在那個 雙類比搖桿的技術 好像真的有變好一點 對 因為我會顧及到我的觀眾 對 如果你是直播組的話 我可能馬上就會轉台 就覺得說這個直播組 為什麼我玩 都一直不看路 看得很辛苦 而且我一看到WiiWii接過搖桿之後 他幫我操作啊 就哦 畫面好舒服哦 就是完全對觀眾非常友善 對對 而且你說你玩這個Persona 5的時候 你就體會到了一個身為gay的感覺 對 我跟你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RPG遊戲嘛 對 所以那個裡面的主角是一個男生 是 是男主角嘛 所以他可以跟裡面的女生 對就是裡面的遊戲的NPC角色 對Persona 5有一個 之前有說過有一個社交跟戀愛的系統 就是你可以跟遊戲裡面的角色 一起選擇度過時間 你們可以增進感情 對 然後呢 我在玩的時候啊 因為我剛開始玩嘛 然後WiiWii就一直很想要我趕快跟最正的那個女生交往 然後呢 他就說你要買禮物哦 然後你要記得就是要去找他約會哦 什麼之類的 但是其實呢 我就覺得 你對他根本沒興趣 沒有動力 因為呢 我喜歡的是那個男配角 哈哈哈 可是問題是男配角呢 因為我是男生嘛 所以他根本不會想要跟我交往 然後反倒是一堆女生都喜歡我 但是呢 我就覺得哦那個六級 那個那個男配角好帥哦 這樣子 但是我就可以理解身為可能gay的一個心情 你怎麼跟他提身 怎麼跟他度過時間 都沒有辦法跟他交往 對 因為他就是看我為哥們這樣子 對 就我雖然是外表是男生 但我內心是個女生 玩家本身的內心是一個女生 對 完全可以理解這樣子 好啦 但是反正呢 我今天要討論的不是Persona 5 因為那已經討論過了 好 就是那個時候 我120集Podcast之後啊 我們的一個忠實聽眾就是PigPag 嘿 他就在下面 在WiiWii Video下面留言推坑說呢 我一定要玩前面的兩個作品 Persona 4 就是Persona 4跟Persona 3 然後PigPag呢 說尤其大推Persona 4 然後Persona 4是因為他之前 只有出在一個很少人有的掌上行主主集 叫做PS Vita上面 那一直到最近就是上個月 1月19號 還在Switch上面 以及電腦跟其他的平台推出 所以這是第一次其他的平台的人 也能夠玩到Persona 4 總之呢 我當然就是買了 那我 你很期待好不好 我很期待 我超級期待Persona 4 所以我在 我就花了大概50個小時 大部分是在過年期間 可能其中40個小時是在過年期間 對 我就把Persona 4全破了 那我玩完的心得呢 是Persona 4真的是大推 故事很讚 超級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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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這樣子 我不會說它是我玩過的最好玩的RPG 我覺得可能還是Persona 5是我玩過有史以來最好玩的RPG 是因為設計的更好嗎 Persona 5比較新嘛 而且它是Persona 4以後的作品 然後他們製作團隊一定也會進步 但是Persona 4就算是沒有Persona 5設計得到那麼好 或是也沒有那麼新 用到最新的科技 可是還是非常推 那大概先介紹一下 大約的故事背景就好 記得不要爆雷哦 不會不會不會爆雷 我只會提到最一開始的劇情 那這個Persona 4的主角呢 一樣跟Persona 5一樣是一個高中男生 然後他這個男生呢 是因為他父母可能要到一個遠的地方去工作 可能出國工作之類的緣故 所以呢那個男生就被迫從大城市 要轉學 對轉學 然後搬到一個鄉下的 寄住在他的叔叔家 媽媽的弟弟嘛就是叔叔家生活一年 是舅舅 哦舅舅舅 哦不是叔叔 好 但是呢就是那個男主角 一搬到那個鄉下的小鎮 小鎮就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事情 哎呦是靈異的嗎 呃不要說好了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靈異 那例如說呢就是會 莫名其妙有奇怪的農霧就照住整個小鎮 外面就看不到東西 或者是呢就是有時候下雨的半夜12點 半夜12點如果有下雨的話 有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半夜12點下雨的晚上 如果你看著 沒有打開電源的電視 嗯 電視你就看到奇怪的影像在電視裡面 哦 然後以及就是原本 呃他搬過去之後呢 原本很平靜都沒什麼事的 小鎮就開始出現了一些殺人案件 所以是因為他搬過去了 呃不知道 不知道 不能爆雷 你要推理到底是誰幹的這樣子 我覺得呢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話 就是你最近真的覺得生活壓力很大 然後 對你心情不好的話 我覺得Persona 4是一個會讓你 玩一玩之後呢 不知不覺開始心情變好 然後開始會心一笑的遊戲 真的哦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他的劇本啊 把主角跟他的朋友的日常 嗯 就是日常真的是日常一些小事寫得很好 然後你會感覺到 然後整個主角群們的感情呢 是真的很好 就是他們很像互相是家人一樣 嗯 然後每一個角色的個性都描寫得很鮮明 而且很可愛 嗯 那就是 其實我們有那時候有私下聊過一下 這種 主角是一群的 嗯 的這樣子的RPG 都會有一些特定的擔當對不對 哦 所以每一個人他都有不同個性 對對對 然後好像就是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一個這種個性的人 和有那種個性的人 對 就是例如說就是你可能 女性角色裡面就要有一個 活潑的 對活潑的 就是可能比較哥們那種 那種女生 然後可能就要有一個正的 哦 很正的 然後又要有一個可能比較笨的 哦 對不對 然後有那種可能什麼笑點很低的 就明明笑話都不好笑 但是一個人可以尷尬 尬笑的那種 或是比較宅的 對他比較宅的 嗯 那他的男 男生角色也有那種 嗯 就是好哥們型的 很很誠懇 真性情好哥們型 然後也許有一種比較 個性 比較女性的 陰柔一點點的那種 但是 都各種的角色都有 都有概括 對對對 而且在Personal 4還有一個重點呢 就是 你可以跟你 舊舊的 女兒 嘿不要一直 同居 沒有這沒有 這沒有爆雷 因為這是在一開始就知道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總之呢Personal 4是 他的劇本是一個 可以讓你體會青春 有兩點鐘 然後檸檬卷就在 在房間裡面 他可能在房間 不知道幹嘛 反正就一直敲牆壁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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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的情緒就被打亂 我不是敲 我是這樣拖拖拖 這樣敲 就像敲門這樣子 發出聲音 對 就是要叫你的意思 反正你就是叫我進去 你就就是破壞了我的那個 我不是打牆壁喔 你是輕輕的敲那個牆壁 對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那天一定是131 喔你要我那個進去祝你生日快樂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好笑喔 因為那個每年的131啊 都有一個大學的學長 他一定會在整點的時候祝我生日快樂 可是問題是他一年就這麼敲我一次 所以這麼重要的時間他就這樣敲我 然後就害我會一直想到他 然後我就覺得那你怎麼趕快來祝我生日快樂 不然我會覺得這個重要的夢想 你那個學長搞不好只是設定好的而已啊 他搞不好對每一個他認識的女生 他就是key好的一個程式 可以這樣喔 Line可以這樣嗎 其實可以啦 如果你用力弄的話 沒有我後來有問他 他說他沒有這樣 好啦他可能有一個清單 就是可能這是他的routine 對 就是每天中午半夜12點 就是他有一個清單知道每天誰生日 然後就是發訊息 就是他可能每天睡前的那個 寫在日曆上 固定行程 OK 沒有反正那天我這樣找你是這個原因 你這樣說這一招好像也不錯 但是我現在身為已婚的中年男子 我好像也不需要做這件事情了 對 總之呢我那天就是破關的時候 就是正在片尾曲播放 難怪我想說怎麼叫都叫不來耶 你知道我已經摳不知道幾次了 對對對 那個片尾曲 就是走的時候你就會想起這50個小時的 跟朋友的回憶 然後你就是要 你知道這個遊戲就要結束了嗎 就沒有了嗎 你就是會很捨不得 而且就是 像這種RPG 因為它是有劇情的 就跟你看電影或者是看動畫一樣 對不對 你一輩子第一次看這個也只有這一次 最感動的 就是你第二次看當然你可以二刷 可是第二次你就是知道劇情嘛 就是它不會有第一次那個感覺 所以你就是很想要把 記憶消除再玩一次的那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不只是遊戲啦 只要任何有劇情的東西都會 甚至什麼小說動畫都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最近啊就是看到我小時候的一個回憶 叫做《骷髏魔法史》這個動畫 然後呢 那個應該有多久年前 應該有20年前我覺得 然後我 因為我以前應該沒有每一集都看 但是我現在看到 我都還是有印象 你知道嗎 就算以前我只看過一次喔 20年後我還是有一點點印象 對 可是我覺得20年可能夠久的 可以20號 還是會有那個新鮮感 對對會有新鮮感 而且尤其是第一次看的時候是那麼小的時候 所以很多寓意一定看不懂 而且很多見解一定不一樣 沒錯 或是說以前他可能設計的有一些 背後的含義 或是有一些感人的地方 小時候可能看不懂 就只能看到很表面的東西 我覺得我可以簡單小小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有點差題 不會不會不會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過《骷髏魔法史》啊 就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到說 小英就是那個女主角 他的哥哥跟那個雪兔哥 為什麼會走得這麼近 因為那個雪兔哥 是他哥哥的超級麻吉就對了 他們幾乎形影不離 然後因為小英喜歡那個雪兔哥 超級喜歡的那種 會心跳加速那種 但是 其實好像那個雪兔哥 是跟他哥哥在一起 但是我從來沒有發現這件事 所以女主角的哥哥的死党 女主角喜歡哥哥的死党 但是哥哥的死党是跟他哥哥在一起 他以為是死党 其實是他男朋友 但是 應該裡面都沒有戳破 在劇情當中 至少目前可以在那種 那麼小朋友的動畫畫這個劇情 所以他不能戳破 哦 對就是看得懂的人就看得懂 不然就變成 是不是政治不太正確 我不知道 我知道這樣子是政治正確還是不正確 我就不知道 而且連那個小英 那個女主角啊 他的死党是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也超級喜歡小英 也是 就是同性之間 非常強烈的 喜歡這樣子 然後以前也沒有特別覺得怎麼樣 就是覺得他們兩個很好而已 對會覺得說我好想要有這種朋友 對 也想要有這種朋友 就會 就是你 玩Persona 4玩完之後會有的感覺 但是你知道 正常 現實生活中 可能真的很難有這樣的朋友 我知道 幾乎不太可能 你下一秒的 下一句就是 但是你沒有朋友 我沒有要這樣說 沒有啦 應該說 檸檬卷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啦總之 我是 Persona 4我是玩 日文配音版的 但是那個 我們那個聽眾啊 Pick Pack 他說Persona 4的 英文配音的聲優很強 他說他甚至比日文原版還要更好 所以 也許啦 我之後有時間二刷的話 我就二刷英文版 這樣可能會有比較有新鮮感 是喔 的感覺 總之呢就是 非常非常推薦 Persona 4 女生一文路4這個遊戲 然後他現在在各大平台都可以玩得到的 包含PC都可以 如果你是 電腦 電腦的人 你沒有任何家用主機 你是第一次可以在 Windows上面玩到 Persona 4 那我玩的是Switch的版本 然後我覺得程式 一樣寫得非常好 從頭到尾都沒有Bug 跑得非常非常順 每秒鐘60張畫面 非常非常順 讀取速度很快 畢竟它是一個很老的遊戲 喔對那個 Persona 4是2008年的遊戲 非常非常老的遊戲 十五年前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它的除了遊戲劇情 非常棒之外呢 音樂也相當好聽 那音樂跟Persona 5是同一個作曲家做的 就是那個 木黑匠絲 嗯 好那 如果你想要 你聽了我們這 120集跟今天這集的介紹 你想要入坑的話呢 我可能啦 還是推薦你從Persona 5入坑 因為畢竟Persona 5是製作 比較全面的遊戲 然後它也比較新嘛 那你當你破關玩Persona 5 覺得心裡一陣捨不得 覺得空虛之後呢 你就可以繼續玩Persona 4 繼續填補你的心靈 但是你4玩完又會 但是你4玩完之後 你還有Persona 3可以玩 這是我最近開始在玩的 Persona 3就更老了 所以就是你會就是 落差感更大 對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蠻好玩的 我還是蠻好玩的 就是唯一一個 我覺得入坑想要注意的就是 Persona 4就是2008年的遊戲了 已經15年了 所以它的畫面的感覺上 真的沒有現代的遊戲這麼好 你說3 沒有Persona 4 2008年 所以尤其是你玩完五代 然後再回去玩四代的時候 你會突然感覺到 好像畫面往回倒流 時間往回倒流了 六七年 以前比較老一點點的3D畫面 沒有那麼細緻 但是我覺得那個感覺是 一下下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這種年齡的話 我覺得你不會感覺 那個畫面不好 因為我們小時候我們已經 玩畫面更差的遊戲 都玩得很開心了 對不對 然後你一旦被劇情吸進去之後呢 其實你完全不會care 那個畫面如何 總之呢非常好的一個劇本 非常好的遊戲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 講到打電動 有很多人會想到 線上遊戲或是手遊 甚至我身邊很多朋友 他們也都是沈迷在線上的遊戲 然後 但是我個人 我就真的沒有辦法 喜歡玩那種 手機遊戲 我也不喜歡玩 手機遊戲 我也不喜歡玩 線上多人連線的那種遊戲 對 然後那天我們私底下 在聊天的時候啊 然後Vivi就非常篤定的 她就講說 喜歡單機遊戲 然後年齡大概在35歲 到40歲 絕對不會喜歡玩手遊 然後呢我就馬上就想要問 好你某的聽眾 是不是這樣 好你們可以印證一下我的想法 像假如說你是像 跟我類似的成長背景 就是小時候玩電腦 然後從任天堂紅白機 從超任 從PS這樣玩上來的 你從小接觸的那些作品 都是 就是一個完整的遊戲 你知道單機版遊戲 就是它是從頭到尾 是一個很完整的作品 然後它不需要依賴其他的玩家 對你從頭到尾就是 享受一個故事 享受一個體驗 那我覺得後來的線上遊戲 你就會變成 嗯 變成一直要配合別人 哦 要揪團 要揪團要幹嘛的 而且就是你在網路上 就我覺得很麻煩啦 而且它變成 不是一個真正的 很好的遊戲體驗 我是覺得 而且我覺得線上遊戲 也是都會變成 很多玩家在線上吵架的 一個平台 就是 大家可以下面留言 就是是不是跟我有一樣的感覺 嗯 然後我另外一個 我不喜歡手遊 手遊 的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呢 手遊要用觸控來玩 哦 你光是把手指 放到螢幕上面 你就擋住螢幕兩個腳啦 那有什麼好玩的 就很煩啊 被手擋住了 對啊就把手擋住了 像我記得 剛開始 iPhone iPad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有很多遊戲 就是直接 原本是可能家用主機 就移植到 iPad上面嘛 例如說我有印象的是 那個 MBA系列 然後以前 MBA不是你用搖桿去玩嗎 對不對 控制上面的球員 可是在 iPad版的 MBA 2K 它就是左下角 有一個圓圓的圖案 右下角有幾個按鈕的圖案 然後你就是要把手蓋上去 那你兩隻手放在上面 你就已經遮掉螢幕的 就是 整個下半部 我就覺得很 不舒服啊 而且就是 它又沒有 實體的觸控感 我覺得手遊玩起來很不爽 就是 就是這種感覺 我不知道 也許是我老了 可是我一直覺得 手遊跟 線上多人遊戲 對我來講 不算是真正的遊戲 嗯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沉迷過手遊 對如果 嗯 如果我有小孩 雖然我沒有 但是如果小孩 我可能會讓他玩遊戲 但我絕對不會讓他 玩線上遊戲 嗯 至少我會 我還看得住他的時候 會嚴格管控他 所以你不排斥有小孩 嗯 再說 就看檸檬卷 錯 沒有啦 我喜歡跟檸檬卷的兩人世界 因為這樣比較輕鬆 好 以上就是那個 Persona 4的 推坑 好 那剛才 就是說到 Persona 這個遊戲裡面 有那種社群跟戀愛系統 一個社交系統 對 很多朋友 你可以跟NPC一起度過時間 增進感情 然後 之前我跟檸檬卷 也私下也就聊說 這個 系統呢 其實跟 現實生活中的交友 其實很像 對 就是 你在現實生活中啊 你從一個不認識的人 要變成好朋友 好像也是 你需要 再多次 反覆的 跟他一起度過時間 才會達成 對不對 那在Persona裡面 又回到Persona 遊戲裡面 那個感情的Level 是分成十個等級 就是你一開始 認識一個人的時候呢 就是Level 1 然後你隨著你跟他相處 越來越多 而且是你要主動 花時間跟他相處 你是可以選擇 你也可以不要跟他相處 就是你跟他相處 越來越多的話 你最高可以升到Level 10 那 在遊戲裡面呢 通常 在比較 低的等級的時候 就是你剛開始 認識一個人的時候 你通常就是 只是跟對方 一起做一些 簡單的事情 嗯 例如說一起吃飯 對 一起可能運動 或是一起在走廊上聊聊天 這樣就Level 1 Level 2 對不對 但是到比較 高的等級 可能Level 6 Level 7之後呢 對方可能就會開始跟你講一些 他自己的困難 心事 或者是說你們兩個會 遇到一些問題 需要解決 嗯 好像就是在友誼 即將要突破到比較高層次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這種 就也許他要請你陪他去某一個場合 是他有點懼怕 或者是 有問題 他想要你陪他 嗯 或者是說他本身有一個 心裡過不去的心事 他可能跟你分享 那你們一起 跨過了這個困難之後呢 你就跟他就會變成 真正的好朋友 嗯 然後我覺得這個 嗯 這個流程 跟真正的交友 其實好像蠻像的 嗯 而且我覺得他的那個 時間 流程 時間進程 甚至也跟真的 真實世界蠻像的 你看喔 就是在遊戲裡面啦 你大部分可以用來 交友 就是自由活動的時間 就是放學後 到晚上的這段期間 那也許在現實生活當中 就是下午四點 下班 下午 如果以學生來說 下午四點五點 到晚上八九點左右 對不對 那你 你跟一個角色的感情呢 要升到最高級 平均啦 我覺得差不多要花 十五個時段左右 那也就是說 以一個時段 五個小時來算的話呢 就是五乘十五 七十五個小時 所以七十五個小時可以 從 一個不熟的人 變成很好的朋友嗎 我後來就去查了一下這件事情 有一些研究在做 這個事情 嗯 那有一個那個美國坎薩斯大學的教授 叫做Jeffery Hall 然後他在一個反正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Journal 期刊 發表了一個文章 然後這個 Jeffery Hall 這個教授 他做了兩個研究喔 他第一個研究的對象呢 是三百五十五個 剛剛搬到一個新的城市 的成年人 嗯 然後另外一個研究呢 是一百多個 也是一樣 剛搬到學校附近的大一的新生 嗯 然後他的研究方式就是 反正就是定期給這些人一些問卷 然後叫他們回答說 自己跟身邊一些新的認識的人的關係的一些問題 嗯 然後例如說 那個問卷可能就會問 嗯 他們 就叫他們想 可能想一個人吧 想一個新認識的人 然後問他 你上禮拜跟這個人相處了多少時間 然後你們在幹什麼 然後你覺得 現在這個人他的友誼程度 對你來講是 幾分 幾分 他沒有叫他打分數 他是叫他們分類 他是 問卷是叫人 分類說 你把這個人看成哪種等級的朋友 然後他給四個等級 一種呢叫做 acquaintance 就是 一般 點頭之交 然後casual friend 就是一般朋友 然後還有good friend 就是好朋友 跟best friend 哦 跟最好的朋友 所以讓你把所有你認識的人 分成這四個等級 那我直接跳到結論 因為這中間很長 那綜合他的結論呢 他是這樣子哦 要從點頭之交 變成一般的朋友呢 大概需要 平均需要 40到60小時的相處 這麼久哦 對 40到60小時 其實也不會說很久 嗯 一般朋友 就是假說你 你同學 點頭之交應該是屬於 也不會聊什麼吧 只是點頭而已吧 那跟陌生人沒有什麼差 哦 就是你知道這個人啊 從你知道這個人 你見到他前面五分鐘 可能就算點頭之交啦 哦 對 然後要變成你所謂 你可以稱為是你的casual friend 他是我朋友 大概需要40到60小時的相處時間 哦 所以如果他其實是你點頭之交 但是你說他是我朋友 就是有一種裝熟的感覺 哦 對對好像是 如果沒有經過這40小時 就是你們至少要吃過 五到十頓飯吧 可能五到十頓飯 就是 吃過兩三頓飯 然後又有從事一些活動 以及當中的互動是很良好的 對對對 才會相處 累積到40小時嘛 因為如果你討厭這個人的話 你可能相處到第二小時 就不要再見到他了 然後呢 要從一般朋友 就是casual friend 升級到good friend 需要再花80到100小時 哦 那麼久哦 然後你要從 呃 從acquaintance變成best friend的話呢 就是至少都要累積300小時以上 嗯 從零到最好朋友 到最好朋友 到最好朋友 對對對 所以是一般 一般朋友大概是40到60小時要培養 那從一般朋友升級到好朋友 還要再花80到100小時 那這樣總共就是150小時左右 那如果要變成best friend的話呢 要這個的兩倍的時間 就是300小時才有辦法變成best friend 然後他說在那個大一新生的這個研究當中啊 在前三個月 前三個月哦 就是你沒有從點頭之交升級到一般朋友的人 那即使後來又相處了很多時間 就是後來累積到超過4060小時 他變成一般朋友的機率也不高 哦 那就是說太晚變成朋友也會比較難變哦 其實我覺得這個的解讀應該是說 他們都已經有各自的生活圈了 應該是說表示不合就是不合啦 因為就是假說你是大一新生 你班上可能有一些人你就覺得比較投緣 有些就比較不投緣 那不投緣的那些人 你自然就不會跟他相處那麼多時間嘛對不對 可能在前三個月你可能才累積隔20小時左右 那即使你後來你可能要跟他同班四年啊對不對 你後來你們相處的時間也超過了那些100小時200小時 可是你還不是會 還是不會稱呼他為是朋友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像你剛分班好了 或者是你剛升上大學 一開始比如說你去的那個座位啊 或者是你一開始身旁是誰 那個運氣很重要是不是 對啊 因為你看喔 假設你其實跟別群人可能也是很合的 但是因為你一開始你去的時候旁邊坐的都是 也許你一開始不覺得你會跟他當朋友 但只是因為一開始 然後他就想跟你當朋友 然後你就欸 好啊不排斥嘛 結果你就跟他變成一團了 但是其實你跟他可能沒有很大 有可能 所以我都覺得這個超靠運氣的欸 對啊 像我大學的時候 你有這個經驗是不是 沒有我算幸運 因為我剛好就遇到一個 我後來我大學四年都一直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在過程中會再認識別的朋友 那可能我們兩個配上另外兩個人 然後就變四個人 然後再加一個再加兩個 就變一團 大概最多六個吧 所以我就覺得那好靠運氣喔 欸真的耶這樣說也是齁 所以可能一開始比如說你分班或者是升學 可能你可以就是表現的怎麼講 也可以稍微主動一點吧 就你不用完全等別人來找你 你也可以去搜索 你覺得你是想跟他當朋友的 主動一點 然後可以我覺得是可以打扮的稍微有自信一點 尤其是在一個新的環境當下就是 尤其是大一新生 因為很多人可能都很怕吧 因為說也不是說很多人 就是一定會有一些人 就是是對新環境覺得很陌生啊 他不太敢去跟別人講話的 那那個時候如果你當主動的人的話 或是說你想要覺得有個女生很可愛 你去當主動的人的話 他搞不好就是會對你一開始的印象很好 可是我覺得通常那種一開始也是你不能太過 因為如果你真的做了什麼很誇張的事的話 你會變成一個黑歷史 像我之前好像也是 我忘記是大衣的時候 有一天上課我就穿那種背露很大的 你怎麼現在都不穿給我看 然後呢我事後就是有一個朋友 就是熟了之後他就說 你記得你那個開學穿怎樣嗎笑死 類似那樣子 那個研究其實還有說就是 剛才說的那個累積時間啊 他不包含非自願的相處時間 也就是說如果你只是剛好同班一起上課 剛好坐旁邊 剛好一起工作 剛好是你同事 那個都基本上不算 那可是如果剛好 但是我們過程很開心 對那就是你們有互動啦 但是他的那個累積時間 是指自願性的相處時間 就是說你們沒有 這個場合沒有需要 你們一定要在一起 但是你們還是選擇 跟對方一起度過這個時間 那個才算 然後他說增進感情最好的方式 就是簡單的hanging out 就是做雙方都喜歡的任何活動 例如說一起看電視啊 運動啊 或者是打遊戲 任何之類的 一起吃飯 對之類的 然後他說 聊天 你跟他 跟一個人在一起聊天的內容呢 會很影響 友誼行程的速度 哦 你們聊什麼東西 會很影響你友誼行程的速度 你說如果馬上聊心事的話 嗯 他就會變成很好的朋友嗎 他說最能增進友誼的話題呢 就是聊對方最近的事情 對方最近的狀況 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然後以及或者是 比較稍微複雜的 雙方都能夠參與討論 在對話中很投入的話題 是最能夠增進感情的 所以夫妻應該一起錄Podcast 這樣就可以增進感情 你說什麼夫妻 夫妻啊 或是朋友也可以一起錄Podcast 那他說 反而呢 如果你只是聊一些 無關緊要的話題 例如說 天氣 最近的體育動態 這聊不久啊 這只是尬聊而已 最近的八卦 如果都是聊這種話題的話呢 反而會讓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越來越遠 就是會對友誼有退步的效果 對 因為你每次見面都會聊這種表面的事 這表示你們沒有進一步 就是想要多分享的內容 對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 這關於這個研究的分享 我覺得它跟遊戲裡面真的很像 而且我覺得 玩Persona之後 也對我的那個 怎麼講 看待每天的時間的看法 有一點點新的想法 是喔 因為Persona就是 就是把一天分成幾個事 簡單的兩到三個時段 那你就是 只能做兩三件大事 就是說你跟這個人度過 那就是半天要給他 然後你晚上可以去打工 就是半天要給這個打工 我覺得跟 跟實際人可以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你中間可能可以買一些東西 去跑去倒個垃圾 做一些小事 可是你真正能夠做的比較 深度 重要的事情 一天可能就是兩三件而已 那你要慎選 就是在你看 你只能在一個地方住一年 然後你要跟那麼多人建立關係 你還要提升自己還要幹嘛的 你每天選擇那兩件事做什麼 其實真的蠻重要的 嗯 我是覺得我在那個遊戲裡面啊 就是他會需要一直充實自己嘛 然後我就會也想說 如果現實生活中 我可以看了一本書 我的知識就提升一格 然後我可以 嗯 做個手工我靈巧 就提升一格 那感覺也很 就是很快 欸不是喔 其實是你在生活當中 你看了一本書 你知識真的會提升一格 假如說你做一個手工藝品 或是你今天練了一個小時的琴 你的琴真的會提升一格 只是說我們人 你沒有辦法按一個暫停 然後你看到那個表格 看到你現在那個數值而已啊 嗯 而且他那個可能無限大啊 嗯 因為你的知識並不會有點滿 格 他是無限累積上去 其實你說到這個概念 這個是沒有原本要預定講的話題 就是所謂的那個gamification 遊戲化 很多gamification 就是很多 嗯 平常不是遊戲的事情呢 你只要一旦給他一個遊戲化之後呢 大家就會更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例如說可能原本一個 嗯 學英文的東西好了 你只是看 看課程 就學英文 就無聊嘛 但是如果我設定說什麼 你連續十天登入的話 你就得到一個獎牌 喔 achievement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像遊戲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成長啊 就跟你剛剛說就是 你平常在現實生活中看了一本書 你不會 然後知識加一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你真的有因為那本書得到了一些新的 提示 原本沒有的知識啊 只是你不會看到那種 那麼即時 那麼明確的反饋 嗯 所以讓人家 讓一般人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有動力去做這件事情 喔 但是你可以在頭腦心中就是想 對 我的知識加一 自己鼓勵自己 對自己鼓勵自己 我覺得會是有差的 其實在真實生活中 也是你做每一件小事 真的就會進步一點點 一點點 我覺得大人可以給自己 這樣子的一個想像啊 但是我覺得小孩子可以一個 比較明確的那種鼓勵 或者你就在家裡掛一個螢幕啊 他看了一本書 你就給他按加一 然後你看你的知識增加了這樣子 沒有我想到的是 有些教小朋友 然後就是可能 他今天表現很好 給他一個貼紙 哦 對對對 就是一樣啊 那個就是所謂的遊戲 遊戲化 把那個教鋼琴遊戲化 嗯 好啦下一個話題呢 可能是檸檬卷想要分享的 哦 ok ok 好就是其實我昨天呢 在準備拍 不好意思 哈哈哈 沒有這麼臨時啦 就一直有在看一些東西 覺得有趣 就把它寄下來 好然後呢 我在youtube上面有看到一個 文森說書的這個頻道 然後他聊到一個內容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他主題是說 網紅太多會怎樣嗎 然後 網紅太多會怎樣嗎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其實他 會大家都沒有流量 沒有啦 好繼續說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他的主題 應該不是叫做 太多會怎麼樣 嗯 而是叫做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想成為網紅 那但是我覺得今天分享這個想法 跟觀點啊 其實並不局限在網紅 這個主題上面 嗯 那等一下往後分享 大家就會知道 我覺得挺有趣的 嗯 然後呢 其實我這一次回家過年的時候 因為我表妹他們其實都是檸檬卷的粉絲 自己講 他們真的有看 他們真的有看 那雖然他們對音樂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他們就是 我後來知道他們會聚在一起 然後看我那個小杯檸檬汁 他們是不是很崇拜你啊 嗯 我覺得近幾年好像就是我有頻道之後 他們就覺得好像你是電視明星一樣 應該吧 因為他們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想成為YouTuber啊 嗯 現在還想喔 還想耶 我以為這個已經是 我也以為耶 大概五到七年前的事情了 哪有那麼久 我也以為現在比較退了 但是他也有講說 還是有很多小朋友是想這樣 然後就說 欸那這樣的話 你們之前有出現在我的Vlog裡面耶 嗯 你有沒有拿給同學看 他們就拍誰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想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想當網紅呢 那可能有些人會很直覺的想說 因為可以收到公關評啊 或者是說 你可以得到大家關注啊 做什麼事都有人討論這樣子 嗯 那所以 我這邊網紅就是 泛子YouTuber直播主 或是TikToker這樣子 好 那這個理論呢是說呢 相比一百年前 嗯 好 那人們要 現在要有飯吃啊 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其實已經越來越簡單了 嗯 那但是如果只是要滿足生存所需的話 嗯 其實不難嘛 對啊 所以比起需要什麼 想要什麼變得比較困難 想要什麼 如果想 想自己要想要什麼 對 變得比較困難 對 因為你的基本 像那個馬斯洛的那個 就是有吃有住 有的喝 有的吃喝拉撒睡都可以了 都其實不缺什麼 生存 生存比較沒有問題 那最比較難的是上面的那個 達成目標的部分嘛 嗯 那所以人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往往會採取最簡單粗暴的方式 嗯 就是模仿 哦 對那他今天講的這個理論 其實是出自一本書啦 嗯 那這個 等一下跟大家說 那因為模仿是人的本能 嗯 那其中他有舉了幾個有趣的實驗 那其中一個實驗呢 是這個實驗對象是18個月大的小寶寶 嗯 那實驗方式是有一個工作人員 他會在小寶寶的面前拿著一個箱子 然後裡面放玩具 嗯 然後他就要試圖要打開這個箱子 嗯 但是假裝打不開 OK 然後呢 或者是說他在拆開很努力的時候呢 不小心箱子掉到地上 嗯 這樣子反正他就是最後會把這個箱子 遞給小寶寶這樣子 OK 結果50個嬰兒 就是這個小寶寶當中呢 有40個都做了相同的動作 你說把它拆開 對 然後把它掉到地上 對上不一定 但是他們會有這個意圖 嗯 就是試著要去把它拆開 嗯 而不是說模仿這個動作 模仿說拆然後掉 哦 而是去想他的意圖是什麼 想說他要拆開 那我也試著去拆開 嗯 對 那所以就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前提可能是那個小寶寶 他是要理解說工作人員是想要裡面的玩具 嗯 而不是就是只是看這個工作人員耍呼吸 哦 東西故意掉到地上這樣玩 可以了 他們應該可以看得懂了 對應該可以看得懂對不對 好 那 嗯 這本書 我剛剛講到的是那個模仿欲望 模仿欲望 對 那本書 對 好 然後所以這個實驗呢 就是說明了我們不是在模仿一個人的動作 而是察覺他的意圖 並且模仿這個意圖 OK 那 但是呢 人在長大之後呢 可能因為周遭人呢 就變成自己的競爭對手了嘛 嗯 而且生活不是這麼簡單的對不對 對 那比如說你要考試啊 大家就是想要考上好學校 嗯 那 所以呢 你可能就會把大家的目標 考上好學校 當成自己的目標 哦 但是你並不像小時候那樣子去協助他人完成 嗯 而是用各種方法 比如說也許你熬夜讀書啦 花錢補習啦 嗯 你就是想要達成這個目標 但是你不會想要告訴別人是怎麼達成的 你說有一種競爭心態 對 那這個是出自於模仿 也就是說 人長大之後呢 這個模仿的本能 讓我們察覺到其他人想要的東西 進而讓我們也想要獲得同樣的東西 但是卻又不幫助別人獲得同樣的東西 因為你想要模仿 就是我看到你想要什麼 所以我模仿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呢 我就偷偷自己想要去得到那個東西 而不幫助你去得到你也想要的那個東西 對 好就是很心機的一個做法 那 那麼誰會成為我們的模仿對象呢 嗯 他又舉出了兩個族群 嗯 然後他用名人島跟同溫層島 這兩個來比喻 島 對 那名人島呢 就是上面的人都是離我們很遙遠的名人 嗯 比如說好萊塢明星啊 Elon Musk Tim Cook 等等之類的 好 那就是這些人因為離你很遙遠嘛 那他們絲毫不會去在意你的想法 嗯 那你可以去模仿他啊 或者是想要跟他競爭 但是他不會care 對 好 那 反正他就過他的生活 嗯 那但是呢 相反的 在同溫層島就完全不一樣了 嗯 因為這些島上人呢 可能就包含了你的同學 嗯 你的同事 或者是跟你有類似的社會地位 嗯 或者差不多生活的人 對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是名人島上的一個人 他發票中獎一百萬 嗯 然後跟你同事中獎一百萬 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吃味 當然是你同事中獎一百萬 會比較嫉妒這樣子 對應該是選候者嘛 那這就是同溫層的特性 嗯 因為同溫層的成員嘛 你默認說你覺得你跟他是同等級的 嗯 所以你的模仿本能 嗯 對於他們來說不只是模仿 更多的是你想要爭奪他們也想要得到的東西 嗯 如果他們有你沒有你會不開心 所以會暗自較量想要贏過對方這樣子 嗯 對那除了這個角度之外 政治人物跟政治人物之間也會 嗯 某個產業的龍頭跟產業龍頭也會這樣子 就是會因為模仿而走向競爭 嗯 所以回到網紅的這個話題啊 嗯 當今天呢登上名人島的門檻下降 哦 大家就會群奇的笑之嘛 那可能會覺得說 欸上班族一個月時數那麼長 也許可能才幾萬塊 嗯 那可能某些網紅一篇貼文就五萬 就幾萬塊了 甚至不止 對 那所以 雖然我覺得要成為真的成功的網紅 其實也門檻也不是真的很低啊 嗯 要有某些特性跟某些機緣 才有辦法 嗯 對所以這其中值得思考就是說 成為網紅呢 到底是你真正的目標 還是你只是 因為覺得大家都想 所以自己也想 想要模仿 其實這個跟我們之前講的 關於KPI的那個事情很像啊 對 對就是社會都會幫你決定一些 好像 達成了這個就很成功 就很好的一些標準 嗯 那現在好像網紅 就是很多人看到說 哦這是網紅都賺很多錢 然後他們都過得很爽 然後生活很多才多姿 那好像變成就是社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行業很爽很 它變成一個小孩子想要追求的KPI 然後就不用去上班 然後怎樣怎樣 對對對 可是可能小孩子也沒有 第一他沒有想到說 這個可行度有多少 就是他有沒有 他是不是這塊料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以及是說他 就算他真的給他得到這些東西 那他真的想要這些東西嗎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而且我覺得小孩有一些 可能還沒有經過社會的磨練 嗯 或者是摧殘 嗯 所以他們可能有一些東西 得來的太容易了 如果他就是經由網路 直接成為受歡迎的 成功的 他可能某些方面 社群還不是很夠 嗯 就是你要 這個叫做什麼 做什麼東西要什麼屁股 是這樣講嗎 哦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屁股 就不要坐那個位置 不要吃那個蟹藥 之類的 之類的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不是一個很 會理財的人好了 然後你突然中了樂透投獎 你大概還是會把那筆錢敗光 就是你不知道怎麼樣控制財富的話 那你不知道怎麼樣控制民生的話 今天給你一千萬follow的時候 你只會知道更多的那個黑新聞而已 不會更好而已 對不對 然後你剛剛說的另外一個 那種同溫層的比較心態 其實我之前也看過一個研究 嗯 那個研究就是講 嗯 有錢 有錢這件事 跟 比你的鄰居還有錢 嗯 所以你可以選擇有錢 就是真正的有錢 跟 比你的鄰居還有錢 這兩句這兩個件事情相比呢 後者會讓人感到更快樂 嗯 就是我光是有錢 並不會讓我感到很快樂 你要比較是不是 但是我比我的周遭的人有錢 會讓人感覺到很快樂 但是你有錢的話 如果你是真正有錢 就已經比更多人 還要有錢 但是你跟你的周遭的人 就是你的同溫層 哦 所以例如說假設我今天是 嗯 不知道財產淨值有千萬美金 我已經在絕對的標準上 我已經很有錢 嘿 對不對 可是我朋友都是億萬美金 跟十幾億萬的 哦 那我就覺得 我都輸給他們 還不夠有錢 抬不起頭來 這樣的感覺 但是如果今天是 嗯 今天整個全球經濟崩壞 好了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只能啃樹皮 你朋友都在 你朋友都在撿垃圾 啃樹皮 但是你今天有一個麵包可以吃 你就覺得 哦我超爽的 我超屌的 真的 就會很開心 就是要比較 真的那個是比較出來的 而且是跟自己的 呃 周遭 近距離的人 啊 那這樣會感覺 你好像 就是人好像很心機耶 就是你都在跟周遭的人比 我覺得就是 要知道人有這個盲點啊 所以看你們盡量跳脫啊 因為你看 我就以 絕對的量表來看 我們現在一般人 就像你剛才說的 就是現在人物質生活 那麼那麼好了 對不對 現在物質生活方便性什麼的 你 如果你跟一個 三百年前四百年前的皇帝 或是國王 比起來 對不對 他他雖然是國王 他可能很有權力什麼 可是他每天用的東西 他喝的水 他吃的東西 他每天的娛樂 其實真的 我們2023年看起來是很無聊 超無聊的好不好 他可能連那個燈都沒有 哦 對不對 他他大便還要自己拿一盆水去沖掉 像我們現在有那個自來水 欸就是他有 每晚有很多可以翻牌的 啊 對啦 這還是有些好處 但是就是就一般的物質來說 我們現代的一般人 應該要比例如說四五百年前 或是一千年前的國王 要快樂好幾萬倍才對 可是卻沒有啊 哦 對對我們一般人還是有 每天有那麼多好的東西可以用 那麼多好的娛樂 我們還是很不快樂 嗯 對不對 就是跟跟作為的人比較 所以說絕對值好像到 你不會有那麼有感覺 嗯 反而是相對值 這個也是就是社群媒體 會讓人很多人覺得不快樂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因為你都看到別人 都都 對啊 別人都是別人的highlight reel給你看嘛 可是你就是看到自己的全部啊 對你就覺得說你自己 的真實生活跟別人的highlight 怎麼比起來差那麼多 就是就是這樣子 嗯嗯嗯 所以大家不要再繼續滑手機了 對 我最後做這個結論 所以這個是文森說書 大家如果想看他的影片可以直接 就是搜尋最新影片 好啦那今天我們就來進個QA囉 好 那我唸齁 嗯 好 RLC在YouTube留言他說 很感謝威威老師跟檸檬卷 這麼用心的錄podcast 以前單純只是威威老師 音樂方面的粉絲 沒想到最近聽了podcast 發現威威老師有很多的看法 我非常的贊同 也很想學習 過年期間就聽了好幾十集 哇 我自己對少用手機的看法非常有感 之前常常會花時間po文 看人家動態 但久而久之是發現自己 越來越陷在手機跟社交上 這讓我三不五時就會去看 有沒有新的訊息啊 或是有沒有朋友發了新的動態啊 導致常常無法專注 聽了podcast之後 自己越來越少用FB和IG 發現這樣的生活 反而更自在開闊了 也讓我有更多時間 可以拿來做音樂 以及周遭的人事物 最後我想要大大稱讚 威威老師的音樂教學內容 我是有跟威威老師上編曲課的學生 我看到這則貼文就問你是誰沒有 喔 我後來知道是誰了 雖然目前只上過幾堂課 但是我有好多之前好幾年都聽不懂的觀念 在老師花了幾分鐘的示範之後 瞬間打通了 謝謝謝謝 很感謝老師在音樂上的教導 以及podcast上面分享各種小知識 跟各種事情的看法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錄下去 我會繼續聽的 我覺得不用手機啊 手用手機真的很棒 就是從去年8月開始換成iPhone5之後 真的覺得整個生活很開闊 除了就是在拉麵店點餐 然後他要你掃QR Code 進去之後發現你的瀏覽器不支援的時候 覺得很煩 小晨用我的手機點 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我覺得沒有手機的生活真的都還不錯 好 再一個留言 PigPack 他在VV留言是說 推坑我Persona 4的PigPack 好 他說 你們可以分享的過年心得很棒喔 我的外公外婆一直生活在香港 前幾個月也因為得了COVID 進入了好幾次醫院的急救室 我人在美國又有孩子又有工作 真的很難見到他們 連爸媽都好幾年沒有見到了 希望年底能夠湊到假期去看望他們 有一種跟時間賽跑的無奈感跟壓迫感 大家也要好好站在自己身邊長輩喔 OK 謝謝PigPack的分享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你是否覺得手機遊戲不是真正的遊戲 我覺得PigPack應該會跟我同樣的想法 就是單機遊戲才是王道 對 我是覺得PigPack跟你有蠻像的 應該就是中年宅男吧 不能叫他宅男 只有我是宅男 好 下一個 CW Hong在YouTube留言他說 怎麼記得去年兩位農曆後的開場 VV也是回答每天都在放假 因為我真的每天都在放假 他懂得享受生活 過年有一個戀愛家教的話題還蠻紅的 有點想看兩位分析這次的事件 瓜湖YT的關鍵字是 Edward 戀愛家教 我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他說什麼 Edward 戀愛家教跟紀維 然後我真的沒有去研究 他說可以針對單身男生花大錢 找戀愛家教 對對對 那你要不要先說你的看法 單身男生花大錢找戀愛家教學習把妹技巧 是不是浪費 我覺得不用花大錢啊 因為聽好你摸就可以 對不對 我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好了 就是我覺得可以分 我覺得很難說 就是是不是浪費錢我覺得很難說 但是可以分幾個方面去想一下 第一個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問就是說 學習如何追女生的技巧 到底是不是一件值得投資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答案當然是超級重要 超級值得投資 我覺得學習如何追女生呢 可能是一個男人 當然異性戀的男人 人生中最重要的幾件事情 我覺得那是因為你會知道方法 比起你可能每次都去嘗試 然後投入超多的心力金錢 然後但是每一次都空手而歸 那你可能會想說問題到底處在哪 但是如果你抓到了技巧跟方法之後 也許你同樣的力氣只要花一次 對啊 我覺得如果現在要我排行 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可能第一名一定是保持身體健康 我覺得這是一定的 因為身體健康沒有的話 就什麼都後面都沒有了 第二重要大概就是找到好的伴侶 我以為你要說就是有一個工作身材的方式 沒有 技能啊 那我覺得大概會在第三吧 是喔 我覺得找到好的陪伴的人 真的好像還是比工作跟金錢來的前面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旁邊的人很糟糕的話 他會把你工作金錢全部都敗光啊 你要是要先找到一個好的隊友 然後你後面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好 一直努力 所以可能是先健康 然後我覺得再來就是伴侶 然後再來才是工作跟事業吧 那 我就想到啊 我前 就上個禮拜喔 還是上上禮拜 我就跟一個 我的學生 男學生 高中男學生在聊天 線上的 然後他就說呢 他追不到他喜歡的女生 嗯 然後因為就是那個女生現在有男朋友啊什麼什麼的 就是他就沒有辦法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 當然就是做我會做的事情 我就推薦去他去看Cory Wayne的書 然後那個學生英文還可以啦 那我那個時候就跟他講啊就是 呃 學會怎麼追女生 或者是 嗯 廣益一點就是學會如何 跟女生相處 跟女生相處 或者是說做做出 嗯 嗯 會有一個怎麼講 很Man的男性的行為 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比 你跟我學編曲 學鋼琴 或是學什麼 學校裡面的科目 還重要 我還我還跟他說 你寧願少學一點點編曲 你先多花一點時間去研究 你在搞笑 沒有沒有我是說真的 這個真的是 一個37歲的男人的人生經驗 我不應該 花那麼多時間去鑽研音樂 或是電腦程式 我真的應該要先鑽研 如何跟女生相處 但是我要講個公道話 就是Wiwi他教學還是 就是非常 非常就是 好沒事 我刪掉 沒有沒有關係 沒有啊 我只是要付諸一下 我是要說 Wiwi教學非常認真 學生都可以非常反饋 當然啊當然啊 我只怕有些人會以為說 不不不不不 當然是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教學生真的是 你 我現在的觀念啦 就是不只是給他一些 嗯 怎麼講 就是技術上的幫助 你還是要給他一些 人生的 更大的意義上的方向 例如說就是學生來跟你學鋼琴 學編曲 當然這些事情很重要啊 很有趣啊 可是 學鋼琴學編曲 之後要幹嘛 就是我要把這個拿來做什麼 我覺得也是要有 讓學生有一些想 一些想法 因為我覺得我小時候 學音樂的時候就是沒有人告訴我 到底我練鋼琴要做什麼 好像就是我一直練鋼琴一直練鋼琴 就是我就關著練鋼琴 練到很強 我的十六分音符都可以彈對 我的和弦都不會砸錯音的時候 我的人生就完美 可是就沒有啊 但是我覺得很多比較小的 小的小的朋友也是 你要跟他講一下這些事情 你說年紀比較小的 年紀比較年紀比較輕的學生 你要跟他說這些事情 嗯 那總之好回到那個戀愛教練 就是你看我們 就是我們會花錢去補英文 去補數學 那你花錢去補戀愛學分 我覺得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以這個觀點來看 是很合理的 那再來呢 你就可以問說 那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花大錢 才可以學到如何追女生 不用到大錢啦 對我覺得不用 因為你聽好你們的Podcast就可以了 不用錢你要去聽那個第五集 然後或者是你花不到20美金 或是花一兩百美金 賣一些書對不對 反覆讀一些書 然後就是去實踐它 我覺得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真的 經濟上很寬裕啊 要找那種一對一教練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要看 那就要再看你的 找的教練 能不能真的給你正確的觀念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啊 以前就是那種很不懂的追女生的 為nice guy 我覺得我沒有到很nice guy 就是為nice guy 然後我自己以前對自己的自信 也蠻不足的 是喔 對我覺得我年輕的時候 對自己自信蠻不足的 就是至少以那個 怎麼樣吸引女生這個方面來說 可是你不是都跟女生混在一塊 我覺得 所以我才說我是為nice guy 就是 我雖然說我學生時代呢 是有過好幾任女朋友 但是 但是 就是我失敗的次數是更多的 喔 就是也許我 如果有五任女朋友的話 我可能失敗過十次 所以我 我的成功機率其實是很 50% 沒有沒有 33%而已 對 那現在 我一直到 就是我第一次離婚之後 現在回頭看 我才 比較能夠說出 我當時到底 有什麼地方做的不對 那 反正就是 呃 之前因為離婚嘛 所以 就 我就有下定決心 要好好整頓一下 自己的這個方面 所以我就那個時候 就買了 很多書 其實不只Cory Wayne Cory Wayne是我最推薦的一本 但是除了Cory Wayne之外呢 我大概 我的kindle 跟audible裡面大概有 大概應該有至少十本類似的書 然後還有一些實體書 有 有一些台灣人寫的 可能有知名戀愛YouTuber寫的 我也有看過 然後也有什麼翻譯 然後這些戀愛的書啊 有一些書就真的只是教一些很表面的技巧而已 像是 有一些就是叫你背一些公式 就是說 在酒吧裡面 然後你要 你要走向一個女生 你第一句話要跟她講什麼 然後你要 她問什麼你要怎麼反應 像機器人 對 那些就很像機器人 那種很糟糕 我有看過那種很爛的 還或者是有一些那種什麼 pick up artist pua的那種書啊 他教的觀念其實也不是很好 例如說就是有些是利用 一些 心理上或是語言上的小技巧 情勒小技巧來 有種邪門歪道的感覺有沒有 教你用一種比較 不尊重女性 或者是哄騙的那種型態去接觸女生 我覺得那種 那種也不是很好 有這種啊 有那種書啊 他們都常常把 把這個叫做遊戲啊 你可以搜尋pua 就是pick up artist 就是你可以翻譯成 可能就拔煤達人 或是泡牛達人之類的那種話語 pua 那他們那時候 他們那種觀念就是 反正我可以 短時間內 可以騙到幾個 就是當做我很厲害這樣子 就以跟女生上船為目的 我覺得這種心態都不是 不是很健康的 不是很正正 對 那我覺得 我讀過蠻多這類的書 那真的講的好 然後觀念很正派的 把妹書不太多 那我相信 網路上也有很多 我也看過很多youtube影片 那種怎麼 就是如果跟女生相處 或是搭訕的教練 你就 我覺得也有一半一半 有一半是不太好的 那種觀念也不是不太好的 就是可能都是自己的經驗啦 嗯 對但是像 Cory Wayne看可能就是 Cory Wayne真的是比較 從根本上去改變你這個人 讓你變成是一個比較正派 知道怎麼樣相處的男生 我覺得這個才能真正 假如說是一個年輕男生 你需要 你一直都追不到女生 你一直有這個方面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也不是說你背幾句台詞 然後讀到酒吧的時候 要跟女生怎麼說 嗯 我覺得那個都沒有用的 那個 即使 那個可能就是教練長得蠻帥的 然後講話有一點點還有用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教練的賣點 或者是說 比較受歡迎的是因為 可能會覺得他好像可以 因為來看你這個人本身缺了什麼 嗯 比較客製化的感覺 對 但其實好像也不用 如果真的要砸大錢 我覺得也不用了 對啦 所以結論就是聽好檸檬就好了 然後頂多去買一些不錯的書 好 對我可以再推薦給大家 好下一個留言 Pencil50102在YT留言 他說春節結束了 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過年的氣氛 但喜歡的重點很不典型 喜歡的是過年的距離感 春節期間 當某個人不在或不常出現 其他人不會感到奇怪 或想著他可能在吃團圓飯 在發紅包 在雜貨店門口玩仙女棒等等 人們設想彼此不在原本崗位上的預期 有一種心理上社交距離的休息感 欸我沒有這種感覺 春節期間某個人不在 不是反而更奇怪嗎 我也沒有這個感覺 你連春節都不在 那你什麼時候在 他的不在 是不是說他現在在外面 不在 不在這個空間 也許吧 我沒有這個感覺 我也沒有這個感覺 好 但是你選了這個留言 對啊 反正很有創意的留言 好 我印象中 搖就是那個控油 上次講控油 的台語應該是念控油 油 應該是控油的差別嗎 欸有好像欸 這麼一說我有印象 好像阿姨她們有這樣 不可以控油嗎 我只記得就是小時候 然後家裡外面會有那個車子 賣豬油鴨豬油鴨 我就是記得豬油鴨 豬油鴨跟油沒有關係 豬油鴨 哦 土搖機啊 哦 塑嘎 對啊 豬油鴨豬油鴨 所以我記得是油 油鴨 不是 你上次說什麼 油 可能沒有油啦 油 豬油鴨 豬油鴨 畢竟他可能不是 注音可以聽出來 稍微偏像阿一點點 哦好 下一個 Ethan Clarke 在VV等人說 嗨 VV and Janet Longtime Listener Love the podcast I was just looking at your audio setup And you guys have the SMTB with the cloud lifters on the Rodecaster Pro 2 哦 It's the preamps preamps on the Rodecaster Pro 2 Not enough so that you need cloud lifters Do you still increase volume in post 他是英文留言啦 所以唸一下 我以為我下面寫了翻譯 他說 嗨 VV跟 Janet 他是長期聽眾 我很喜歡你們的Podcast 他說在看我們的錄音設備 然後看到我們用Shure SMTB 麥克風跟這個 cloud lifter 如果你看影片的話 就是前面這個藍色的盒子 在Rodecaster Pro 2上面 那是因為這個 他的麥克風前級放大器不夠強嗎 所以需要 cloud lifter 還是我們在後期的時候會增加音量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我們並不是用Rodecaster Pro 2 我們是用Rodecaster Pro 1代 我們從第0級開始錄到現在 多久了兩三年了 我們都沒有換過錄音器 我們一直都是這台Rodecaster Pro 1代 那我有聽說就是2代的麥克風前級比較強 就是好像可以不用再用這個藍色盒子了 對我應該跟觀眾說明一下這藍色盒子幹嘛 這個藍色盒子叫做麥克風的前級擴大器 然後它的功能是讓我的麥克風的音量變得更大 原因是因為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支SMTB麥克風 它是屬於比較難推動的麥克風 也就是說你音量要開到很大 它才會足夠的力量的一支麥克風 那很多錄音機本身的音量扭 你就算轉到最大它還是不夠力 所以我們前面要加一個藍盒子 讓它變得很大聲 這是那個藍盒子的功用 那他說那個Rodecaster Pro 2代 就是有據說它的內建的麥克風擴大器比較強 可以開得很大聲 所以就不再需要用藍盒子 這是他想問的問題 但是我沒有用過2代所以我沒有辦法評論 但是即使2代它能夠比較大聲 我大概還是會用藍盒子 原因是因為藍盒子它放大的那個音質真的很好 你就想說就是我們的麥克風這個聲音進去 我們會經過藍色盒子跟錄音器本身 有兩個人在幫我們放大 但是可能有一個人對他來講說放大聲很輕鬆的 就很像我力氣比較大 如果很輕鬆就可以讓你大聲20分配 我也不會增加 因為我太用力增加一些雜音什麼的 那我應該還是把那個放大的工作 交給比較輕鬆的那個人 因為這樣進去音質會比較好 那我就不要讓放大沒有那麼有力氣的錄音器 做那麼粗重的工作 所以即使是新的錄音器更有力 其實前面加一個CloudLifter一定還是會讓聲音更好 像我以前錄那個檸檬卷頻道影片的時候 我因為有時候講話太小聲 然後我就把它放大之後 周遭的那個有一個摩托車騎過去的聲音 就聽得很清楚 對對對 這叫遜照比 就是你想要錄的聲音跟周圍不想要錄的聲音的音量 是不是差的夠大 就會影響你後製好不好後製 然後他說我後期會增加音量嗎 其實我後期做蠻多複雜的處理的 這個在這邊講下去的話呢 就太複雜了 但是我後期是有做蠻多複雜的處理 像是什麼EQGATE COMPRESSOR等等 好 所以今天的問題就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呢 希望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或是其他平台給我們一個五顆星的評價 或是按一個LIKE 這個PODCAST會同不上載到 好檸檬YOUTUBE和ODYS一樣的VV頻道 如果想要留言給我們或是問題的話 最方便管到最少以上的地方 然後不要忘記支持好和喜歡你們的頻道喔 也不要忘記我們好檸檬的專用性 像是NICLEMON小老鼠PM.ME 那你剛才收聽的是Honeymon Podcast 我是威宇觀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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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